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气超高 神韵火爆 张座这家店主要比五香条和卤面出名 一条三元 主要材料和各头大小跟厦门都是一样的 您做这个五香条做了多久了呀 几十八九年 这家店开了多久了呀 四十多年 我们点了两碗卤面还有三根五香条 总共的十七块钱 全州这家跟厦门湛桌就大有不同了 个头更大 一条七元 豆腐皮 五花肉 马蹄 葱头为主要材料 五花肉一天一样就多少钱 淡季也是五百万季的地方每天 一天的话正常会做多少条 淡季的时候是五千条 万季的时候一万多条 在厦门湛桌这两个地方 它口感是差不多 而且叫往都叫五千条 但是在泉州它是叫鸡卷 个头更大 我个人更喜欢吃泉州这家 因为它的口感更丰富 特别的买 情趣感更简易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点个关注 收藏和分享哦 拜拜